飞行家争奖失利后 莱安纳多开始了一系列的大手笔 连出两部重量级电影 一是在自与马丁·斯克赛斯合作的无间行者 二是与爱德华·茨维克合作的血钻 两部电影让莱安纳多获得各种奖项的提名 2007年 莱安纳多凭借血钻第三次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 他在片中扮演南非钻石贩子这个角色 演得有血有肉 而且莱安纳多还特意练就了一口南非口音的英文 这让对他很熟悉的观众都感到惊艳 或许当时的莱安纳多都会觉得 这回奥斯卡该有我的份了吧 那么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呢 这位的奥斯卡的名字是《A Leading Role》 《A Leading Role》 《A Leading Role》 《Leonardo DiCaprio》《《Blood Diamond》》 《Rion Gosling》《《Half Nelson》《The Idea That》》 《Peter O'Toole》《《Venus》》 《Will Smith》《《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Forrest Whitaker》《《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 在非洲拍摄《雪钻》的过程中 莱安纳多被臭虫咬过 意外摔伤 还曾经被直升飞机紧急送到南非医院接受治疗 但是在奥斯卡上再一次的失利 只能说电影并不只是比谁更惨 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前 那一届电影《莫代独裁》 就已经横扫各个风向标奖项 弗里斯特·惠特克将那个暴虐专横 吃人肉 崇拜希特勒 愚动民众的恶魔阿明将军演绎的活灵活现 弗里斯特·惠特克甚至说他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将自己的灵魂移了出去 将阿明的灵魂放了进来 好像变了一个人 每次你喊 每次你喊 一样的灵魂 一样的灵魂 会你出现 每次你能为你三天 等一个灵魂裁 为你一样的灵魂 被灵魂裁 在争夺奥斯卡的道路上 梁耀纳多没有碰到猪一样的队友 却遇上了神一样的对手 也是让他和影迷都非常无奈的事情 哪讲失利还不算什么 最让梁耀纳多受伤的是 那一届奥斯卡评委给他的评语 他们说梁耀纳多苦大仇深 眉头紧锁的套路 已经在飞行家中用尽了 甚至还说梁耀纳多这一次 是用力过猛了 也就是从那一时起 媒体和大众就开始关注 梁耀纳多拿不拿奥斯卡这件事 并且不惜笔墨描绘此事 那么到底梁耀纳多 还离奥斯卡有多远呢